大火一周年以文字對抗冒險 一年前 一場恐怖大火 排檔波及樓上劏房 將花園街變成煉獄 一年後 這裏一如以往 樂意不絕的人潮 又有沒有忘記這場 《九死三十四季》的悲劇呢? 多個團體在無無西雨之下 拿著百花 悼念當日枉死的冤魂 但生者未見得好過 當日的畫面 營繞著他們的怒口揮之不去 有人常觸公屋 但內心不快樂 有人藏自己 由鬼門關逃走出來家母之勇 就用筆寫下當日的故事 將相同花為文字 自知出了這本書 我希望 人們不要就這樣忘記了 有十幾條病在這裏 我們還是否承受到 不斷有人去 因為這樣死呢? 所以 我希望大家 透過這件事 想多些我們的社會發展 當時間過去 在花園街樓上 劏房問題仍然存在 好像中泰一家六口 就住在這個一百八十尺的劏房 月租三千五百元 業主還說 下年又加租一千 他們明知道是危險 明知道是不安全 但他們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倆合國 拿了很久 他們都沒有錢 可以租一個好些的 所以這麼差 他們都會被迫堆住在裏面 還有數以萬計的人 每日生活在這種黃昏之中 劏房的禍害 究竟幾時才完結呢?